好,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咱们来看一看43课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第一段,先来看43课第一段的第一句,请看屏幕。 第一句话说, We must conclude from the work of those who have studied the origin of life, that given a planet only approximately like our own, life is almost certain to start. 这个句子结果比较复杂, 咱们一点再看, 句子的主语是为我们,我们肯定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conclude是个极无动词, 后面要跟结论是什么, 而我们还后面跟的是从什么什么中得到结论, 说明这个conclude词又出现了宾语后制, 这状语前制了。 这是从什么呢? 从那些人中的工作中能够得出结论。 哪些人呢? who have studied the origin of life, 那研究过生命的起源的那些人, 这是定义从句修饰, 先行词都是。 然后conclude的宾语在哪呢? 明显在这呢, 黄颜色的, 从that开始到句子结束, 这是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 做conclude的宾语, 宾语太长了, 所以在这改变了正常的语序, 对吧? 然后都是经常说什么呢? 说是given the planet only approximately like our own, 就是如果有这么一个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地球的这么一个行星的话, 如果有这么一个行星的话, 那么生命几乎肯定能够出现。 这里边这个写体字given一直到like our own, 这是结束,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在这当一个条件状语, 就是如果被给了这么一个行星的话, 所以在中文中可以翻译成主动结构, 就是如果有, 如果具备, 如果有的意思,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讲, given有两个意思, 是常见的意思之一, 是当过去分词短语, 翻译成如果被给予, 就是如果有, 如果这么一个行星, 什么行星呢? 后面这个带下话线的部分, only approximately like our own, 就明显是后置顶语修饰前面这个planet, 然后整个这个写体字, 是宾语从记的条件状语, 宾语从记里面的主干在这, 生命几乎一定会出现, 这个star未必是, 这个开始发生, 是表示出现就好了, like表示生命, 泛指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好, 这是一些语法上的细节, 下面咱们进一步看一看, 更微细的一些微妙的词法, 首先咱们看一看重点的这个given, given老师说了, 在这是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做条件状语, 字面意思是如果被给了什么什么, 它符合非为语动词的特征, 它必须逻辑诸语跟主旧语统一, 在这里是谁被给了, 这段一个行星呢, 就是后面避语从记的主句的主语, 就是life, 避语从记里的主干结构, 它不是生命吗, 就是生命如果被给了这么一个, 类似于地球的行星的话, 它一定会开始, 这里面也符合非为语动词使用的条件, 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given the chance, I'd do it again,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会再做这个事情, 我会再做一遍, 如果被给了这个机会, 咱们翻译出假如有或如果有, 但是谁被给这个机会呢, 就是主旧主义, I, 我嘛, 这个符合这个条件, 如果有, 咱们中文用主动翻译, 我这个如果被给, 特别别扭, 再看例子, given good health, I hope to finish the work this year, 如果有良好的健康的话, 就如果身体情况好, 我希望今年就能完成这个工作, 就如果被给予良好的健康, 如果有好身体, 看这个, given the same treatment again, he is sure to get well, 如果有那么再类似的, 就是同样的这样的治疗, 再来一遍, 这样的治疗的话, 它肯定能够身体变好的, 身体好转的, 这个well在这形容词, fantian healthy, 健康的, 就如果被给予完全一样的治疗, 再来一遍, 它一定身体能变好, 在这, 是如果有, 假如有, 大家发现都符合肺微动词特征, 就是邏计主义, 都是后面主旧的主义, I, 但是咱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 given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固定用法, 是什么呢, 就是当着借词来用, 就是考虑到什么什么情况, 注意, 这个时候不再是非为动词了, 它是本身就当借词来用, 很多像非为语的, 其实都是借词, 像considering, 考虑到, 本身是个现代分词, 但其实它当借词来用, 当借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根本不用考虑, 所谓逻辑主义, 不逻辑主义问题, 也没有什么跟逻辑主义统一问题, 就是一个普通的借词, 这个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given his age, he is a remarkably fast runner, 考虑到他的这个年纪, 他是一个跑得相当快的这么一个人了, 就是他跟年轻人比似乎慢一点, 考虑到老爷子99岁了, 能百米跑得9秒,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这比我跑得快, 就考虑到他的这个年纪, 他是一个跑得相当快的这么一个人了, 是谁考虑呢, 当然不可能是他自己考虑了, 对吧, 这given, 你看根本没有主与主义统一问题, 这是借词翻译上考虑到, 究竟是哪一个意思, 咱们只能通过上下文, 本文中翻译上考虑到明显不通顺, 本文中是普通的, 过去分词到语, 当然, 这个考虑到后边也可以跟从句, 直接说given that, 或者given the fact that都行, 这个the fact有的时候可以去掉, 就是考虑到什么, 后面就加宾语从句就好了, 如果有这个the fact, 就类似于同位从句了, 总之把这搭配背起来, 也是考虑到, 这个后面可以跟从句, 我们看例子, given that she is interested in children, I am sure teaching is the right career for her, 考虑到她对孩子特别感兴趣, 我敢肯定教育教学, 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生涯, 适合当老师, 这是考虑到given重要的这个借词, 后面加名词, 或者加赖宾岛的宾语从句, 或者加given the fact, 再加同位语从句, 意思是一样的, 好, 再回到句种, 他说如果有一个跟我们的地球类似的这么一个行星, approximately, 就是大约, 大概, 大约跟我们比较像的行星, 这个生命几乎一定会产生, 会出现, 会开始, 这个start, 注意在这翻译, 在这直接可以翻译成to come into being, 产生出现, 或come into activity or operation, 就开始产生存在, 开始出现某个活动, 开始了某种运作, 等等等等, 总之是事物或人产生出现, 或开始就start,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his illness started with a slight cough, 他的这个疾病, 就是从有一点轻微的咳嗽开始出现了, 有这个病了, 是随着咳嗽而出现的, 好, 下面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how did the war start, 这个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呢, 就战争是如何产生发生出现的, 用这么一个词, 整个句子看得非常轻松, 咱们再过一遍, 我们从那些研究生命起源的人的那些工作中, 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地球的行星的话, 那么生命几乎肯定会出现, 这是第一句话, 整个看明白了,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句话, 接着看屏幕, 他说, of all the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we are now pretty certain, the earth is the only one on which life can survive, 在第一行的带下号线的协题字, 是一个戒字端语在这做壮语, 就是在所有我们太阳系的行星之中, 这个off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中, 这个知识, 咱们在以前第二十课曾经讲过, 这是小知识的复习, 咱们一会会说, 在太阳系的所有行星之中,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相当的确定, pretty certain, 这个pretty在这比较口语化, 就相当于相当的颇为, pretty certain, pretty sure是经常固定搭配, 在这pretty当作副词来用, 类似于rather或者fairly, 相当地或者quite, 相当地, 后面黄颜色的是一个丛句, 做前面跟前面certain固定的搭配, 后面可以看作省略了net, 可以把它改成, where now pretty certain that the earth is, 再写下去, 这个丛句是老师多次说过的, 跟形容词放在一块, 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丛句, 它跟前面的形容词放在一起, 做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这么记得好了, 然后在丛句里面说, the earth专门指地球这个行星, 这个e可以大写,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是唯一的这么一个, 唯一的一个什么呢, 唯一的一个行星, 我们定义同句, 生命在上面能够生存下去的这么一个行星, 再次出现, 在书面语中, 关系代词, 如果说借词斌语, 借词斌语, 一定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这是老知识的复习, 下面再看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复习一下这个据手的借词off, 不要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这个不同声咯, 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中, 尤其用于两个或以上的事物在做比较的时候, 这个是used, 被用于, 怎么呢, when comparing related things, 用于比较相关的事物的时候, 咱们中文一般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中, 看一些例子, I'm surprised that you of all people think that, 我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 在所有人之中, 你是这么来想的, 是这么来认为的, 这个你看, 在所有人之中, 你如何如何用于这么一个比较, 注意这个all, 翻译成什么什么之中, 而不是什么什么的你, 不这么含义, 这个知识在20个出现过, 咱们再看, Afertile today of all days, what bad luck, 在所有这么多天之中, 今天赶上汽车没气了, 真是倒霉啊, 在所有这么多天之中, 赶上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He is the best looking of all the three brothers, 这三兄弟之中, 他是长得最漂亮, 最顺眼的这么一个, 你看用于人或事物在比较的时候, 在什么什么之中, 我们用这个of, 本文中也是, 在太阳系这么多行星之中, 比较地球是唯一一个, 生命能在上面生存的, 这么一个, 咱们再复习复习, 第二十课的课文原文, 115页第八到第九行, 115页第八行到第九行, 也出现了类似这个, 咱们回忆, but of all the vertebrates, unpredictable nature, selected only snakes, and one lizard, 但是在所有这么多脊椎动物之中, 怎么样呢, 难以预测的这个大自然, 独独选中了蛇, 还有另外一种蜥, 在什么什么之中, 这个off, 这是我们在20课, 蛇读那颗书, 曾经讲过这个知识, 这是复习, 好, 那么我们在所有这些太阳系的这个行星之中,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 那地球是唯一的一个生命在上面能够生存的这个行星, 那为什么呢, 其他行星呢, 它用排除法, 它一个一个把它排除, 看下面第三句, 咱们看屏幕, 它说, Mars is too dry and poor in oxygen, Venus far too hot, and so is Mercury, and the outer planets have temperature, near absolute zero, and hydrogen dominated atmospheres, 它是说了, 其他行星为什么不行, 上来说跟地球最近的这个火星, Mars, 咱们讲过战神马斯, 火星呢, 太干燥了, 并且呢, 确实缺乏氧气, be poor in, 表某个东西比较匮乏, 某个东西比较丰富, 叫be rich in, 咱们一会会说, 这搭配, 而这个Venus金星呢, 金星实在是太热了, 离太阳太近了, Venus far too hot, 这里面没有位移动词, 为什么呢, 被省略了呗, 被省略并列剧中位移动词被省略, 前面是is, 所以这应该是Venus is far too hot, 那个is被去掉了, and so is Mercury, 那么这个水星也是这样, 什么呢, 也是太热了, 水星离地, 离太阳更近, 水星可还是金星, 离太阳最近, so放到后面, 后面有倒庄了, 这个is不能省了, 倒庄里面这Venus省到没法倒庄了, 对吧, 这必须写出来, 水星也如是, 墨丘瑞, 也就墨丘利, 这商贸之神, and, 并且那些, 这个带外行星, and the outer planets, 这个带外行星, 就是在火星, 在外边的那些带外行星, 就是说这个带, 就是小行星带,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那么小行星带, 小行星里面的小行星怎么讲, 叫asteroid, 在小行星带之外的行星, 就是水晶地火之外那些, 然后呢,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这五块星叫做带外行星, 咱们一会会讲这个知识, 咱们一会做阅读应该明白, 他们怎么样, 他们这个温度太冷了, 他们有这么一个温度, temperatures, 不同的温度吗, 用复数吗, 后置这个是near absolute zero, 有几乎接近绝对零度的这么一个温度, 绝对零度, 就是已知的最低温度, 就是大概负, 摄氏负的273度左右, 这是have的第一个边语, and之后引出第二个边语,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主要是由这个hydrogen, dominated atmosphere, 就主要由这个氢来构成的这个大气, 就是这个不适合人类去呼吸, 里面没有氧气, 或氧气非常少, dominated表示占主要部分, 什么什么占大多数, 是这么一个, 那么氢气是主要大气层的部分, 所以那个地方也无法生命来生存, atmosphere表示大气层, 在这很多的星星当然有复数, 好, 这是一些语法上的一些东西, 下面看词法的细节, 第一个, 咱们就看看这个pour in, pour in something表示某个方面比较缺乏, lacking something that is needed, 缺乏一些需要的东西, 那么pour在这儿是形容词,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soil, pour in nutrients, 缺乏养分的这个泥土, pour in nutrients, 形容词短语, 做后制定语, 修饰所有, 当然就没必动词了, 它不是一个句子, 再看一个文章句子, the country is poor in natural resources, 一个自然资源, 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个国家, 总之pour in, 表示某个东西比较缺乏, 注意后面借词加in, 那么形容词, 你看, 可以做后制定语, 也可以跟系统思量用, 共同细胞结构, 反义搭配, 当然是be rich in, 完美的反义词, 什么意思呢, containing a lot of something, 就是包含某个东西的, 赋予什么的, 富含什么东西, 或盛产这个东西, 我们同样看下例子, a play rich in humor, 充满了这个幽默的这么一出戏, 就是一个喜剧逗的观众哈哈大笑, 这个东西非常多, 幽默很多, 再比如说, China is rich in minerals, 中国富含盛产矿物质, 中国矿物质很丰富, 尤其稀土, 咱们中国人很有名, be rich in, 表示某个方便, 这个很多, 再看一个例子, Citrus fruits are rich in vitamin C, Citrus, 咱们在三册见过这个词, 叫柑橘类的植物, 柑橘类植物的果实, 包括橘子, 橙子, 包括鲁干的柚子, 这些东西怎么样呢, 富含原素C, 所以富于富含或盛产什么东西, 叫riched跟poor, 完美反应词, 注意都是形容色素中心词, 好, 再回到文中, 他说火星太干了, 并且匮乏氧气, 氧气不足, 这个Vinus它太热了, 这个我们说了Vinus后面, 省掉了这个B动词, is, 再看一看, Mars is too dry and poorly oxygen, Vinus is far too hot, 这is被去掉, and so it's mercury, 前后都是is中间这个被省了, 这个不能省, 因为我们说倒庄里面, V动词省掉的话, 就麻烦了, 没法倒庄了, 所以这个is没法省了, 这个并且去中is被省了, 就太热了, 而那些外层的行星, 这带外行星, Outer planet, 作为常识咱们看一下, 就any of the planets, Jupiter, Saturn, Uranus, Neptune, and Pluto, Pluto, whose orbits lie beyond the asteroid belt, 就是外行星, 或者更专业一点, 叫带外行星, 任何这几个行星中的一个, 就是咱们说的,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还有冥王星中的一个, 它们运行的轨道, 位于小行星带之外, 这个小行星带, 就是我们说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这么个小行星带, 有传说是原来一颗行星爆炸了, 形成这么小行星带, 这个之外的, 就从太阳素中级点往外算的, 这么五颗行星, 就是我们说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明光星, 这叫带外行星, Outer planet, 所以常识咱们知道就好了, 它们有温度是怎么样的, 接近绝对零度, 绝对零度, 所以常识咱们看看, 叫Absolute Zero, 它是个不可说明词, 负的摄氏273度, 或者华氏是负460度, The lowest temperature that is possible in theory, 理论上, 这个最低的温度, 就是绝对零度, 但是理论上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 人类技术在发展, 背不住能发现更低的, 但目前已知的最低温度是这样, 绝对零度, 并且怎么样呢, 上面是主要是由氢气来构成的大气层, 这个Hytrogen dominated, 来自于这个极物动词, 因为它过去分词嘛, dominate, 就是是最重要的人或者事物,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or thing, 这个感觉叫做, 我们读一下, dominate, 咱们先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earthquake once again dominated the news, 这个地震再一次成为了新闻的主要的内容, 就各大新闻都在主要在报道这个地震, 是新闻里的主要的这个事物, 最重要的事物可以这么来说, 占据了头版头条, 再比如说, Don't allow the computer to dominate your child's life, 不要让机器的这个计算机成为你小孩子, 你的孩子生活的主最重要的东西, 天天泡在电脑上, 这个并不是好事情, 不让电脑计算机成为你孩子生活的最重要的东西, 再比如说, My weekend was dominated by housework, 我的这个周末呢, 主要都是在看家务, 就是家务活把我的周末, 这个成了我周末里的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用了被动, 因为它极物动词嘛, 可以用被动, 当然本文中这个hydrogen dominated就好理解了, 就是被这个氢气, 当作是主要这个事物的, 最重要事物的这个大气层, 大气层最主要的都是氢气, 就这个, 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本文中的其实相当于一个定义从具, 相当于atmospheres which are dominated by hydrogen, 但这么前面就啰嗦了, 咱们回顾一下在第二课讲过的, 定义从具可以把它改成复合形容词, 中心词是hydrogen, 这是被动, 所以用过去分词, 把它变成hydrogen dominated atmospheres, 就是主要由氢来构成的大气层, 这个变化, 咱们复习复习, 咱们以前说过的一些变化, 咱们复习, 咱们看还能不能记起来, sillware which is made by hands, 主要有手制造出来的餐具, sillware可以表示餐具, 在当代未必是银制的, 在古代确实是银制的, 叫餐具, 那可怎么说呢, 手持中心词, 备手做的, 我们家made中间加连字符, 叫handmade silverware, 手工制作的餐具, 再比如说, diseases which are related to stress, 和压力相关的疾病, 这be related就是被动, 那么怎么说呢, by stress, 说中心词, stress related diseases, 与压力相关的疾病, 再复习, enterprises which are owned by states, 被国家所拥有的这个企业, 就是我们说国有企业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说, 按照刚才的逻辑, 变成state 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但注意这里state, 用单数, 这不能用复数, 这是把定义从具被动的, 直接变成名词, 加连字符, 加过去分词, 构成复合形容词, 这样就不用, 非得写定义从具了, 好, 这是第三剂, 我们看到这儿, 好, 刚才在前三剂作者说了, 太阳系里边, 地球是唯一一个, 就是从已知那种生命形式, 咱们可以存在的星球, 其他都没系, 要不太近, 要不太远, 要不太热, 要不太冷, 总之人无法生存, 生物也不行, 但是太阳系, 只是宇宙的非常小的一个小小的尘埃, 太阳系之外就难说了, 咱们看下面第四剂, 看屏幕, 他说了, but other suns, stars as the astronomers call them, are bound to have planets like our own, and as the number of stars in the universe is so vast, this possibility becomes virtual certainty, 但是啊, 在其他的那些太阳, 就是跟太阳一样的这个太阳, 或者是按照天文学家的说法, 叫做恒星, 这个star, 如果跟planet放在一块对比的话, planet就是行星, 而star是恒星, 或者正如其他天文学家称呼的那样, 叫恒星, 就做前面那个sans的同位语, 进一步解释一下, 就是恒星, 这个s引导的可以看到一个定义重距, 这个s关系带是做cosm, 我们的宾语, 就是把他们称为叫什么嘛, 就是下面的天文学家把他们称为叫恒星, 这么一个, 怎么样呢, be bound to do, 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觉得必须做模式, 第二个是必然会怎么怎么样, 在这儿肯定是必然会了, 因为它主义是个事物嘛, 怎么样呢, 必然会有这个行星是什么呢, 像我们这个行星类似的这么一个行星, 并且后面那个like our own, 是后制正义求是planet的, 就是这个行星嘛, 像我们的这个行星, and并列举, 这个并列举举引出并列举, 并且怎么样呢, 这个s引导的黄颜色的到vs结束, 明显是一个原因状欲重距, 这个s引导的because因为, 因为恒星的数量, 咱们宇宙中数量是如此之广大, 这个vess表示数量, 体积, 程度巨大的, 如此之广大, 怎么样呢,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这么个事情, virtual修饰名词表示几乎, 事实上差不多, 不是跟是也差不太多了, 这么一个, 因为每个恒星都有自己的行星, 恒星太多了, 那么这个跟地球很像的这个行星的出现的概率, 几乎是肯定的, 几乎肯定发生, 下面看一些小的一些细节, 就是第一个先看这个固定搭配, be bound to do, 老师刚才说了, be bound to do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certain to do something, 叫一定会或者肯定会做模式,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weather is bound to get better tomorrow, 天气明天一定会好转的, 肯定会好转, be bound to do, 这么记, bound不是bind过去分词吗, 咱们三次就讲过, bind, bind, 本来是bond的意思, 那的过去分词不就bound吗, bind, bound, bound, 被绑住去做某事了, 你一定会跑不了了, 不做不行, 绑住你了, 这么记就好了, 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on our road ahead, we are bound to meet with difficulties,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必定会遭遇一些困难, 这是必定会be bound to do, 回顾, 先看见三册, 咱们讲了好多重点知识, 其中也讲过这个be bound to do, 另外一个用法, 表示这个用法, 前面这个必动词, 也能换成feel, feel bound to do, 也行, 什么意思呢, obliged by law or duty to do something, 因为一些法律, 或者因为这个义务去做某事, 就有责任, 或者有义务去做某事, 用这个搭配跟第一个类似, 这种主语一般都是人, 比较常见一些, 我们看例子, I fell down to tell him the truth, 我觉得必须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这个其实没有人强迫, 但是可能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不说我心里不安, 我觉得必须这么做, 再来说, I am bound to say, I disagree with you on this point, 我觉得必须得说, 在这一点上, 我不同意你, 我说出来可能你不爱听, 但是我觉得有义务, 不直处, 我良心不安, 这是另外一个搭配, 是不是也能翻译成, 被绑住吧, 就不说, 我不做这事都不行了, 被绑住了, 被什么, 被法律或者道义绑住了, 还是继承那个BIND, BIND, 它的被动形式就行了, 好, 这是这个BIND to do, 该怎么翻译, 好, 再回到文中, 但是并且因此, 因为恒星的数量, 在宇宙处是如此之巨大, 这个VAST, 咱们再看一看它用的场合, 当然这个在英诗翻译中读中VAST, 美诗翻译把A变成A读中VAST, 意思一样, 都是very large in area, size, quantity or degree, 就是在面积, 在什么地点上, 尺寸上, 面积上, 数量上或者程度上, 非常非常大的, 巨大的, 咱们看些例子, 比如说, A vast area of forest, 一片巨大的森林, 这指面积很大, A vast crowd,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群, 这表示数量特别大, 人多呗, 再比如说, Your help made a vast difference, 那么你的帮助, 真是帮了大忙了, 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帮和曝光, 差别很大, 就是你帮忙特别管用, 这是表示程度, 这是VAST, 本文中是表示数量, 宇宙中恒星的数量是这么多, 这种可能性几乎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事, Certainty是确定无疑, 那么Virtue是修设它的限定词, 这个词得看一看, 特别好用, 而且在书面中用得更多, 这表示什么呢, 而且这个词, 注意only before now, 只用在名词之前, 做前置定语, 限制名词, 限定名词, 注意这个位置, 要注意, 但是表表是almost, or very nearly the thing described, so that any slight difference is not important, 它表示几乎, 或者跟刚刚描述这个东西, 几乎非常接近, 几乎以几乎完全一样, 或几乎非常接近, 以至于任何微小的区别, 都微不做到了, 几乎就一回事, 所以中文中一般可以发现, 实际上的, 其实几乎, 或跟这个东西差不多, 这是virtual, 我们注意这个发音, 再跟老师读一遍, virtual, virtual, 咱们看看几个例子, the company has a virtual monopoly, in this area of trade, 这家公司在这个贸易领域, 几乎是垄断的这么一个地位, monopoly叫做垄断, 或者是独占权力, 几乎是垄断地位, 尽管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垄断, 但差不多, 跟这个垄断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 再比方说, he married a virtual stranger, 他娶了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 这个人可能, 你说完全不认识吧, 也知道叫什么名字, 见过一面, 但是几乎跟陌生人一样, 他娶了一个几乎是陌生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形容词就是名词, 放在名词前, 再比方说, 当他老公得了中风这病之后, 这女人几乎实际上已经控制这个公司了, 就她被给予了对这个公司几乎的实际上的控制, 尽管名义上还是老公说了算, 但老公中风了, 这个中风了, 都说不出话了, 其实就是老婆是老爸了, 就实际上几乎是的, 这个stool做名词可以把中风偏瘫, 这个意思呢, 好, 这是这句话, 咱们看看第五句话进入描述, 那大概数量是多少呢, 他给了一个大概的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还差一个例句, Virtual再看一看这个37课吧, 在37课, 就218页, 第十行最后到12行, 就是37课, 衰老的过程, 咱们也出现这个词, 218页, 第十行最后到底十二行, 咱们再看一看, but the chances are against it, and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on how long we can hope to remain alive, how very lucky and robust we are,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就是活到90岁, 活到100岁, 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且我们指望能够活多长, 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尽管没有人限制, 活到100岁就枪毙你, 那就活不到啊, 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是有限制的, 无论多么幸运, 无论我们有多么强壮, 最后都得死, Virtual几乎差不多, 好, 在下面一句话, 做着给了一个大概的估算,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ere are 100,000,000,000 stars, in your own Milky Way alone, And then there are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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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Milky Ways or Galaxies in the Universe, 他说单单在我们银河系, and alone, 表示单单在这里富四座壮语, rather than milk way, 不要翻神牛奶的道路, 那就银河了, 天上银河, 在我们银河系, 这个星系里面, 大概就有多少呢? 叫100个1000的百万, 这个百万颗行星 我们知道 一百万是面临 一千个百万 大概就是十亿左右 那么这个一百个十亿 大概一千亿了 大概就一千亿颗行星 这是单单 阿龙强调 只有这一个哦 一个银河系这么多哦 并且那么呢 那么大概有多少呢 在我们大概有 这么多其他的银河系 就是跟银河系类似的星系 大概多少呢 有三千个百万 大概三十亿颗 其他的银河系 就是这个 其他的银河系 大概三十一个 百万吗 对吧 三千个百万 三十亿左右 那么或者是 这个被称为叫星系了 Or galaxies 或者被称为叫星系 在整个宇宙之中 Galaxy在这不是银河系了 就是星系了 其他的银河系 就是我们叫的星系就好了 这个地方翻译错了 在后文书上翻译错了 翻译成了银河系 咱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教材的 这个 253页 看第一段的 在倒数第二行 况且在宇宙中 还说三十亿个天河 即银河系 这个翻译错了 三十亿个其他的银河系 也就是我们的星系 不能说三十亿个银河系 这个翻译错了 Galaxy既能表示星系 也能表示银河系 但是它表示银河系的时候 这个G必须大写 叫做The Galaxy 而且加定乎是The 这里面这并不是银河系 就是星系 这书后一文翻译错了 好 下面看看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主要看一些术语 首先看看这个Milky Way Milky Way 就是我们中文常说的银河 小孩子在天上 当然北京的起雾霾就看不见了 晴朗的夜空能看到 The Galaxy containing the solar system visible as a broadband of faint light in the night sky 就是这个星系 什么呢 包含我们太阳系的这个星系 叫银河系 它是可以看到的 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宽宽的一个带状屋 发出淡淡的光 在夜晚的天空中 有个很宽的一个带子 发出淡淡的光 银河 我们是牛郎之女天河配 那天河或者银河 这叫Milky Way 这些多为常识 咱们能了解就好了 它说在我们的 单单我们的银河系中 大概就1000亿颗恒星 这个Alone 这个用的特别多 叫单单紧紧 光这个就怎么怎么样 这一般是语气词 不说别的 单这个就怎么样 代表Without including anything else 没有把别的加进来 只是这个单单或紧怎么样 这个Alone在三册17克就见过 就是新三册17克 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This alone took 60 months to build 单单这个 这两个就是水下的平台 The platform Underwater platform 三册讲过 就花了16月时间来建成 Alone 我们不说整个桥 两个平台就花了这么长时间 再比如说看一些例子 This book alone cost me 2000元 我说单单是这些书 就花了我2000块钱 好贵 单单是这个 咱们别的都不算 只是书 再比如说 Time alone will tell 单单时间就能告诉你一切真相 咱们翻译成中文 叫日久自明 这是我们一个谚语 就不用别的 时间就能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日久自明 再看看美国第三十人总统 卡尔文·克里芝说的句名言 这句话还被当作 麦当劳的作用名了 他怎么说 他说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lone are omnipotent 他说毅力和决心 单单这两样就是万能的 不用别的 有毅力和决心 单单这两个就是万能的 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Omnipotent 表示万能的 原来形容上帝 一切都能做 我们来读一下这次 Omnipotent Omnipotent 这是全能的 就单单这个 好 我们再回到句子里面来 他说 这个单单 这个在一个银河系中 就大概有一千亿颗恒星之路 这天文数字了 并且and then 那是那么 那么我们在我们宇宙中 大概有三十亿颗 其他的银河系 或者就叫星系 Or galaxy 这Or 是引出同位于的 这个在四十二课刚刚讲过 这是小知识的复习 Or可以引出前面这名词的同位于 咱们在二百四十五页的最后一句话 刚刚见过这个Or 二百四十五页最后一句话 咱们再看看课文最后句话 The third or main wave is the slowest and has traveled around the earth through the surface rocks 那么第三个波 或者被称为叫主波 主波就是第三个波 第三个波就是主波 Or是一回事 这就是来得最慢的 就通过地表的岩石 传播过来的这个波 是地震波的主波 这是 那么还有我们三册第四十二课的句子 咱们复习 就洞穴探险 这个现在洞穴人 这个书 三册四十二课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洞穴探险 或者被称叫potholing 就是 cave exploration 一回事 也是洞穴探险 正如慢慢被我们了解的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 这么一个运动 这Or是引出同位于 且就是说 后面这个galaxies 就是前面 Other nuclear waste 同位于 其他的银河系 就是我们叫星系 范指叫星系就好了 我说了 这个译文翻译错了 不是 或者是银河系 银河系用galaxies 必须用the galaxy 加定乎词the 并且g有大写 本文中是星系 不是银河系 那么三十亿颗 三十亿个银河系 那么每个银河系 大概一千亿颗横星 那加了一块 大概是有多少呢 第一段最后一句 就估算一下 这个横星的数量 这是天文数字了 So the number of stars that we know exist is now estimated at about 30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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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知道 存在的这个行星 就是已知的 这个行星的数量 大概据估计 比estimated at 估计为是 这个at 经常跟estimate搭配 表示估计的数量 数量现在叫at 这个一会儿会讲 Win数多少呢 就300个 百万个 百万个 百万 就大概估算一下 三后面二十个零 这么一个数字 这是天文数字了 这是这么多 这个我们下面 看一些小的细节 这我们看到 that we know exist 这黄颜色的呢 放在一块 可以看到定义 从具修饰这个横星 就是我们 已知的存在的 横星的数量 但是你发现 咱们俩动词跑一块去了 know后面怎么有 exist是什么事呢 我们说这个we know 在这 是这个嵌入式的 定义从具 什么意思呢 嵌入式定义从具 就是这个that exist 这个定义从具修饰 先行词 这个stars 我们知道的 这个横星 但同时呢 它又做另外一个 主位结合的宾语 做什么呢 做we know的宾语 我们知道 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横星存在吗 所以它既修饰先行词stars 又做we know的宾语 这个情况下 叫嵌入式的定义从具 这是老知识的 在三册最早就说过 咱们再当做一个知识点 复习就好了 新概念三册 这个就讲过 叫做embedded attributive clause 叫嵌入式定义从具 这个定义从具特征是呢 既修饰先行词 同时又做另外一个主位结构的宾语 这个主位结构 就放在定义从具里面了 做这个主位结构 它的we一定是个动词 做它的这个宾语 咱们多复习几个句子 看多了就明白了 比如三册的第48课 新概念三册第48课 咱们讲的句子 Turning back down the main street we quickened our pace and made our way rapidly towards the stream where we hoped the boatman was waiting 扭回身沿着主路走下去 我们加快了我们的脚步 并显得向这个小溪流边 快速前进 再怎么样呢 我希望呢 这个船夫还在那里等着 这个定义从具可以看到 where the boatman was waiting 修饰先行词的stream 这个小溪 这船夫在小溪等着 同时他又做we hoped的宾语 我们希望什么呢 我们希望内容正是 这个船夫在小溪语等着 所以他又做we hoped的宾语 这是潜入式等于宗具 再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 新更年三册的第58课 咱们都有个有梦 三册58课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there was no trace of fingerprints but the inspector found a dirty red bundle that contained jewelry which the old lady said was not hers 这里没有任何指纹的痕迹 但是这位巡官呢 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红兜子 这红口袋 里面装着一个珠宝 这个珠宝怎么样呢 which定义从具 这个老太太说 不是他的 你发现这个定义从具 which was not hers 完整的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那个珠宝 并不是他的珠宝 然后中间有个 the old lady said 这个珠宝不是他的 就是做这些宾语 他同时做另外一个主意结果的宾语 这是签用试 再比如说三册的第四十二课 就是现代洞穴人里面 又出现了一个水果 咱多看一看 in this part of the cave they could hear an insistent booming sound which they found was caused by a small water spout shooting down into the pool from the roof of the cave 他说在山洞的这个部分 他们能够听到一阵 没没了到轰鸣的声音 不明思想就轰隆轰隆的声音 定义从具开始 这你可以把这个 definance按下来 这是被一个小水柱 而造成的声音 小水柱又怎么样呢 是从这个山洞的顶端 倾泻到厦门池塘中的 一个小水柱 引起的轰隆轰隆的声音 而这个东西正是怎么样 正是他们发现的情况 definance的 这宾语不就是整个定义从具吗 随着定义从具 既以修饰行词 又做另外一个主位机构的宾语 这个情况叫做 嵌入式的定义从具 有的说 那么麻烦干嘛呢 你就把这个definance 类似这个结构 看作插入语不就好了吗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插入语有什么特征呢 插入语去掉 它从意思到语法 对句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它只是补中说明 但是有些情况下 你把这个中间的主位机构去掉 对句子会有重大影响了 你不信看另外一课书中 第三册五十七课 只能看到这根本不是插入语 三册五十七课 咱们看这句话 它说 I hired a car the day after landing and bought a comprehensive book of maps which I found most helpful on the cross country journey but which I did not think I should need on the land stage 这就看到了吧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这个 我租了一个汽车 就是在登陆之后 那天租了一个汽车 并且呢 买了一本内容很详细的 一本地图册 这个地图册我发现在穿越 相间的这个路程之中 我觉得非常有用 但是在这个路程的最后一部分 我认为我用不着了 注意这个定义从句 which I should need on the land stage 既修饰前面那个journey 又做I did not think的评语 那么但是你发现 如果把你把I did not think 看作差语 把句子这个去掉的话 那么语意就烦了 我不认为那是个核心的信息 所以这显然不是差语 所以有些书简单的把嵌入式定义从句 把中间那个主义结构 就是画横线的部分 看作差语了 这个又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这是跟差语两回事 还是嵌入式定义从句 这个解释是正确的 从三册四册见到大量这个例子 以后我们把它弄熟之后 我们写的中也可以尝试 好 本文中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知道 就存在的这个行星的数量 大概是去估计 大概是三后面二十个零 这么多颗 Be estimated at 这个借词得钻研一下 要不然在自己写的时候拿不准 这搭配用的是 estimate something at something 把某个东西估算为是多少 这个at后面可以给一个数值 就估算一下是多少 比如说organizers estimated the crowd at fifty thousand 所以这个组织者估计一下 人群大概有五万人左右 估算一下数量是多少 你要不会这搭配的话 那搞不好用避运从句了 那么organizer estimated that the crowd was fifty thousand 你看这么说的话 就不就啰嗦了 我们又按了简单句 你看organizer estimated that the crowd at fifty thousand 大概是五万人 这是本文中说 因此我们已知的存在的恒星数量 大概三厚马二十个零 这么多颗恒星 那么其中有那么一些 它们恒星里带的行星 跟地球类似的 这几乎是确定无一的事 为什么呢 如果基数够大的话 偶然几乎就成必然 是这么一个 第一段先介绍大致的 这么一个情况 先告诉我们 如果要有跟地球类似的行星的话 生命几乎一定会出现 因为宇宙这么大 所以几乎一定会有 那么地球类似的行星 那么生命就一定会存在 就是地外的生命 外形生命一定存在 第一段讲了大致这个道理 好 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